應該是說其實不知道為什麼黑石兵會消失 所以他有可能下一次出現會造成下一波的 黑石瓦殘 對 嘿大家好我是瘦樹人 今天我們要來講 武漢病毒是怎麼爆發的 那大家看到新聞上就是講說 就是大部分都會講說這個病毒是從野味市場 但是在最新的調查中這個傳播的來源不一定只有野味市場 第一次發病的時候大家都是講12月1號 就是那一批人 但是那一批人裡面的病人有人根本沒有去過那邊 有一個可能是 所以他們不會是第一批感染者 有一個可能就像你說的不會是第一批感染者 可能在更早之前因為潛伏期的關係 所以他們在潛伏期的時候就被感染了 就像是美國的喬治大 喬治城大學裡面的感染醫學家 他在科學的那個受訪表示說 如果是有13 因為現在檢查出來是有13個人 如果有13個人在這個沒有跟這個市場有關係的話 那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不是小事情 就代表說最早最早發病的狀態 可能是在11月初就開始了 就開始有感染的狀態 然後是因為潛伏期之後 到了12月初才慢慢慢慢的跑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樣台灣很危險 因為其實我昨天在饒河夜市 幾乎所有的攤販都不苦辣 所有的攤販都沒有戴口罩 沒有戴手套 然後所以我就有點不太敢吃 而且我注意到蠻多中國人 所以我現在蠻謹慎的 而且像那些攤販他們其實身邊流動的陌生人蠻多的 這個就可以講到一件事情就是講到黑死病 在人類史上最嚴重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會講到這個呢 因為在黑死病的時候 大概在全世界造成7500萬個人死亡 中世紀的歐洲有大概30到60%的人死於黑死病 是台灣人口的三倍多 對啊 就台灣直接消失 因為黑死病為什麼會發生 其實有很大的東西就是觀念 他們對於病毒的觀念很差 歐洲中世紀的時候 他們那個時候他們的皇宮會非常的華麗 然後非常的整潔 大家都過得很開心的感覺 就是你在看 你可能在看一些電影內場會出現 就是那種場景 對然後就是金光閃閃啊 然後每個女生都很漂亮很白啊 然後頭髮吹了會飛起來 但是這個只有在貴族裡面會發生 他們的人民完全沒有任何的乾淨的這件事情 就是他們覺得他們的人民可能完全沒有對於整潔乾淨 你可能受不了 完全沒有這些素養 所以他們除了在宮廷以外之後 全部都是髒亂的不行 然後在那個時候 在那個時候 因為他們完全不注重這些衛生健康 他們可能一個禮拜洗不到一次早 這是常用的事情 因為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可能他們 整個街道都是臭的 可能有屎份啊 就直接往外坡 這我可以理解 因為有很多國外的朋友都會contact說 他們去過巴黎 巴黎是真的 超級無敵臭 然後他不知道為什麼很多人會覺得說 巴黎是一個浪漫的城市 他臭到不行 他叫老師他再去一次他們就會不要 這個就是我覺得就是觀念給的 就是給我們錯誤的觀念 我們在電影裡面看到巴黎可能是很浪漫 然後金光閃閃 然後好像隨時都會有香氣在飛那種 但你實際去到那邊可能就完全不一樣 他們那邊的生活水準 就像有很多人都會說紐約其實很差 但是我們在看電影的時候根本不會看到這些東西 都被藏起來了 政府官員他們也沒有特別去宣導說你應該要乾淨 所以不會像日本會有那種大洞澡堂 或者是他們的地下道 地下水道就是水溝也沒有蓋出來 那時候就是隨便大家活怎麼活都可以 然後在那個時候亞洲出現了一種病毒 就是鼠疫病毒 然後就從那個地方因為戰爭的關係 然後慢慢傳到歐洲來 陳吉思汗吧 陳吉思汗 他是怎麼傳過去的 是那個時候他們只要有發病的對象 他們就會把病人 塞到投死機裡面去 丟到他的城內裡面 喔這個生化武器 對丟進去然後讓整個城直接爆發起鼠疫病 在那個時候他們的那個貿易很盛行 就是船航航 船隻啊商隊 對對對他們很盛行 也就這樣子把那些東西 那些病毒帶到了那個歐洲 然後帶過去之後呢 帶過去之後呢 然後剛剛也跟你們講到就是說 那時候他們其實很不該乾淨 因為這樣子造成七千五百多萬人死亡 就那時候整個歐洲其實是整個快滅亡 有科學要講說是因為 因為那個時候 只要染病的人 可能都會被燒死 在那個時候他們有各種不同的處理方法 那時候聖旗的宗教是羅馬天主教 所以他們那時候會覺得說 是不是他們對上帝做了不好的事情 他們就會叫他們的牧師去編型他們 可能跟之前那個火燒女巫 對就是那個女巫事件 對一開始覺得可能是 有病毒要來攻擊他們 所以他們會在自己身上 塗抹髒髒的東西 泥巴 然後來阻隔這個病毒 那反而 反而會更髒 我們現在想我們知道反而會更髒 但他們那時候覺得這個方法有效 後來發現完全沒有效 反而更糟 對完全沒有效 反而更糟 然後他們開始覺得說 我是不是自己不尊重自己的神 是不是自己做錯了什麼壞事 他們開始就開始又覺得說 是不是某些少數民族 他們帶來的這些病毒 所以在那個時候 猶太人或者是穆斯林外國人乞丐 或者是一些那個本來就得病的人 那些人都一個一個被燒死 他們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那些人帶來的 或者是是不是那些人跟惡魔交易 所以才會有這些病毒 他們都沒有想到說其實 這些東西其實都在自己的腳邊 就是那些老鼠帶來的 我覺得有時候惡魔很衰 就是人類只要遇到什麼衰小的事情 通通都退給惡魔 但我覺得不只欸 不是 反過來講 神也很衰 他也很衰 對 因為他可能人類發生什麼事情 神就會覺得說 他就會覺得說是神給你的考驗 但神沒有做這些東西 我沒有要給你考驗 我只是看著你們在幹嘛 你們為什麼要這麼髒 我也不知道我沒教你 對 然後你就 對 然後你就這樣子 然後我也沒說這些人有錯 然後你就去打他們 這很莫名其妙 我都沒教你 我沒跟你講任何事情 你說是我給你的考驗 我靠 反過來想神其實也蠻無辜的 對 他會覺得很莫名其妙 人類就是沒辦法適應這個病毒 快的話可能發病兩個小時到兩天就會死掉 慢的話可能七天 對 他會破壞我們的淋巴組織 然後讓我們的免疫系統爆炸 就是病毒會跑到肺部的淋巴組織 然後你咳出去 對 你咳出去的那些病毒 咳出去的所有都是病毒 屬疫病毒 然後就出去傳染給各個不同的人 他的邏輯是這樣 嗯 嗯 我覺得那黑死兵就算他出現在現在 我覺得都還 嗯 應該是說 其實不知道為什麼黑死兵會消失 所以黑死兵再出現是有可能的 他有可能再變異一次 他有可能再出現 只是他現在不在 他現在可能不在我們人身上 他在別種動物身上共存著 嗯 所以他有可能下一次出現會造成下一波的 死亡潮 對 這是有可能的 就是你剛剛說的 對 就像為什麼會有殭屍 就是大家一直會想殭屍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想殭屍 他其實也是有邏輯的 殭屍其實一開始的源頭 我是在講說狂犬病的病變 嗯 病變到人身體上 然後人也會被這個病毒感染 所以我們會開始想要咬人吃人 我覺得武漢病毒這種看不見的病毒 他比 就是大家覺得會在電影裡面那種殭屍病毒還可怕 嗯 因為 你不知道這個人有沒有感染 嗯 對 你像殭屍病毒他很好辯認 就 這個人就是感染了 你只要原地他就好了 可是 武漢病毒這種東西他連潛伏期 就是你看這個人看似健康 嗯 可是他說不定是感染者 對 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在潛伏期的時候也會被感染 對 然後這幾百個人可能通通都被感染了 嗯 然後再以倍數去增長 他其實 就細想會覺得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但是我們其實只要做簡單的事情 就可以解決這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戴口罩就好了 嗯 對 對或者是你就少出去 幹什麼東西 哈哈哈 幹什麼東西你已經來不及了 我已經超過時間了 你可以跟老闆說 老闆不行 我一定要去上班 你這樣對不起你 嗯 雖然我不舒服但我一定要去上班 然後老闆不用回答 不不不不 你還是不要去上班 可是這樣我會沒有薪水 然後老闆說 沒關係 我發給你薪水 你不要來上班 你要去看醫生 這樣你就賺到了有薪假 嗯 哈哈哈 學起來 口盤 非常嚨 暗示 EL Sports